Hello大家好 我是江江 今天用小影片来陪大家聊一聊 我儿子的灵扰 就是被虚空灵魂的干扰 为什么儿子会被干扰呢 应该说缘分吧 缘分就是因缘啦 因缘构成了 就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那就像我的影片 江江的影片在茫茫的 影片海中 有缘人就是会看得到 那没有缘的就看不到 意思是一样 虚空也是一样的 你如果说冤亲在主的话 那当然是跟你有缘分嘛 那是因缘的部分 那如果不是冤亲在主的话 会不会遇到 也有可能 因为频率相近 然后就吸引力法则 就吸引来了这样的虚空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就两方面 一个就是跟你有因缘 不管是冤亲在主也好 或是跟你有缘分也好 总之就是跟你有缘 第二呢就是频率相近 被你吸引来了 就吸引力法则 所以就这两件事情 那那些没有被受干扰的人 不见得他没有被干扰 只是不构成干扰的现象 所以他不放在心上 所以也有一些人是有被干扰 不能讲干扰 就是可能有虚空 但是他觉得这不是一个被干扰的状况 所以他就没有放在心上 既然没有放在心上就不当一回事 所以也有人是因为这样 就不觉得有什么这样子 那因为在上课的时候 有家人问我说 我是如何面对我小孩 然后被凌绕这件事情 或者是如何帮助孩子度过 或是会不会帮助孩子去处理 那今天就用小影片来稍微聊聊 我儿子被凌绕的故事 那每个人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你们可以听听就好 大概在去年吧 去年 但是实际上我已经忘记 是什么时候发生 只知道那一阵子 他会跟我说 他身体有一点不舒服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没来由的跟我说 他觉得应该是好朋友住在他的肚子里面 就是他觉得有一个好朋友住在他的肚子里面 那我听他这样讲 我就觉得很可爱 那我就稍微晚上在冥想的时候 连结一下 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 就是真的有一个跟他有缘的虚空 然后弄得他肉身不太舒服 那我当然也有这样跟儿子说 确实有好朋友 但是我知道归我知道 透过我的嘴巴讲 我觉得没有办法完全说服他 我不是说不能说服他 而是我希望他自己肉眼亲眼看到答案 那个感觉会不一样 所以我就早一天带着他去观音菩萨 就是去观音庙前面 在观音菩萨面前执杯 就是顺便也教导儿子 将来如果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其实自己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我就亲自带着他去观音庙里面 在观音菩萨面前执杯 那就先跟请儿子呢 先跟观音菩萨自我介绍他是谁 然后住在哪里 现在肉身有点不太舒服 就是大概先讲一下他现在的状况 然后再拿起杯 然后请问观音菩萨 我是不是有好朋友住在我的身体里面 请他自己做 都是请他自己做 就是直下去就是有 然后他问我怎么办 我说没关系 你就继续问说 这是不是你要学习的 然后他就继续问观音菩萨说 这个是不是我要学习的功课 然后丢下去就是有 然后呢他又看我 所以他每一个问题都是看我 然后我告诉他 他自己亲自问 那再来就是我能不能自己解决这件事情 然后丢下去也是有 好再来怎么做呢 他就翻过来 我说那你跟观音菩萨说 你如果念经回向给肚子里面的好朋友 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就圣杯这样子 就一丢也是有 好 所以从前面问到这边 他就知道了 他肚子里面真的有住一个好朋友 然后是他自己要学习的功课 然后要怎么样解决 就是念经 那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念心经 我说不要问我 问观音菩萨 如果可以 他就会告诉你答案 那就一丢也是有 所以就念心经 那念几遍 如果我没记错 还是三遍 三遍 就每一天念三遍这样子 然后那事情就 从观音菩萨面前 这件事情就告一段落 也就是说他自己用肉眼 亲眼看到了直杯的答案 也就是说他已经很清楚明白 确实有个虚空的好朋友 在他身体里面 让他这样不舒服 然后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念心经 每一天要念三遍 回向给这个好朋友 然后直到他消失嘛 所以他乖乖从那个观音菩萨面前 回来之后 他就开始每一天 当然他本身就已经有在念经了 只是要再增加三次的心经 是要回向给这个肚子里面的好朋友 这段期间其实他是真的很不舒服 他不舒服的严重会到抱着马桶吐 干吐因为真的太不舒服了 他会抱着马桶在那边干吐 有时候会吐出东西 有时候没有吐出东西 总之我知道他真的很不舒服 那我怎么做什么 我没有做什么 我就是看着他度过这样子的过程 那我只是给他鼓励 然后只是给他加油 相信他自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就是这一段过程 我是一直精神上的鼓励 其他我都没有做 那经过了多久呢 其实我也不是确切的明白 我知道蛮长一段时间 应该有几个星期 甚至有可能一个月 我忘记了 真的忘记 直到有一天 他突然晚上抱着我 就是跟我说 他要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我就说什么好消息 他跟我说他战胜了 他战胜了 我说战胜了 他说对我战胜了 因为这个过程中间我只告诉他 你必须要告诉你自己 你是谁 然后你的灵魂是属于你的 你的肉身是属于你的 你的自我信心要提升 然后呢 好朋友我们念经回向 然后用爱包容他 然后或许他也是别人的亲人 等等之类 就是用爱去融化虚空的好朋友 那他跑过来抱我说 他战胜的那一天 就是告诉我那个感觉 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完全没有了 所以他战胜了这个虚空的好朋友 他是用这个来形容 所以我就给他鼓励 我就说你真的很棒 你真的做得很好 这个其实是他第一次比较严重的领绕 而且是跟了蛮长一段时间 但后面还有第二回 因为经过前面第一回的自己亲自作战 所以第二次他跟我说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既然是差不多的感觉 你应该知道要怎么做了吧 他说他知道了 所以他就按照上一回的做法 继续念心经回向给他不知名的好朋友 他都称好朋友啦 念完就会给这个好朋友说住在肚子里面的好朋友 那我念心经回向给你 希望你要去更好的地方哦 他就是用这个方式回向给虚空 然后其实第二回比较快 其实很短暂 他告诉我说 其实那个感觉很快就没了 几天吧 没有像上一次 拉了几星期还是一个月 我忘记 总之第二回是比较短暂 那为什么不帮他解决 我觉得如果这是他的冤亲在主 我宁可他自己去面对他自己的冤亲在主 自己学起来 自己有效的去面对 我觉得那是更棒的 第二 我觉得在不帮忙他的状况下 他仍然可以做到把自信心练起来 这个也是我希望我儿子可以拥有的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他将来真的要走跟我一样的路 我觉得他从小就开始练习 这也是更棒的一件事情 当然是要用健康的心态去面对虚空 而不是用比较 那种比较收掉啦 或是打散啊 或是用什么符咒之类的来对付 不是我们是用比较健康 然后比较希望是用爱的方式来给予对方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所以也就是说既然是他自己本身的问题 让他自己去解决 通常这是我教导孩子的方式 所以呢 今天用小影片来跟大家聊聊就是我儿子的领绕 那也顺便跟大家讲 其实我不会去处理 并不是我不会 而是我希望他自己学会处理 大概是这样 好 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 那当然是希望大家用健康的心去面对虚空 然后去面对这些好朋友或是一些灵魂们这样子 好 嘉嘉爱你们 I love you 拜拜 拜拜